Hello 大家好 上星期英国非常热 在这么热的天气 有什么兰花是最受惠的呢? 就是我面前这些加多利亚兰 上星期四 全英国最热的一个地方 就是英国剑桥 而我住的地方就是很近剑桥 我的室内温度差不多是33度 而外面是达到38度 因为早前有位法国的男友 说到有关月亮影响一些兰花 他最严重的就是加多利亚兰 我有了他的经验 所以对加多利亚兰特别小心 没有被太阳直照过 所以就很安全地渡过 而他们也是最受惠的 我现在先和大家来看一下加多利亚兰 那现在面前这些呢 就是荷兰佬先生送给我的其中五盘 你看看这里三只牙都已经长得很大很漂亮了 那这一盘 这两盘是一样的 这里这只牙都长得很大 那这里这一盘呢 我上次是搞错了些名字 应该这一盘才是Pain Beauty 不过现在的名字我搞乱了 我要弄好 那他的新苗呢 都长得很漂亮 那你看这一盘 这盘呢很大 我上一次做短片呢 他才是生了一只 一只苗在这里 但是这两个星期呢 他生了两只 在这里 那据老先生给我的资料呢 那据老先生给我的资料呢 说这一盘呢 会在明年的六七月才开花的 所以 我才知道 为什么他的牙苗是长得比较慢 因为他要在六七月才开花嘛 那据说 这一盘 这一盘Pain Beauty呢 就是比较难种的 那所以他都是出了一只牙 那 那这一盘呢 亦都是出了一只牙 它们带得很快 这几个星期 那面前这一盘 那这一盘 那这一盘 也是 那这一盘 那这些是新的牙苗 那这一盘 都长得很快 很大得很快 那这一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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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盘 那这一盘 可以方便,我就会更加容易 好,现在来看一下我花架上面一部分的蝴蝶蓝 先来看一下这一盘先 这盘我早前都有音乐视频拍过它 它是出了双花梗的 它现在就开了花,我很惊喜 因为我买这盘花的时候是减价没有人要的花 之前是不知道它是什么颜色 它现在开出来的颜色我都很喜欢 而且这种花是每一叻都不同的 它们的颜色分布是每一叻都不同的 当时买回来,没有小盘 我就帮它转到这些大盘 它现在的根也删得很漂亮 花的颜色是我很喜欢的 因为白色配这些紫色 还有一些黄色的唇是很漂亮 还有很多个花包还没开 我当时买的时候就有两盘 这一盘就开过花 之前在这个Kiki那里开过花 它现在也抽了花牙出来 在这里我也想说一下 有一种说法是要夜长日短才会容易出花牙 在我环境里面 我又不认同 不可以说不认同 我又不觉得是需要 因为如果在英国住的朋友就很清楚 英国从4月开始 早上大约6点已经天亮了 要到晚上8-9点才暗 我现在很多兰花都在一场夜短里面出花牙 因为我这里是玻璃屋 我的窗是全部没有窗帘的 所以是没有遮光的 其中一边是有的 但这边是没有的 屋的顶是一种这样的顶 所以是没有可能遮光的 它们在日常夜点的情况下 是一样可以出到花牙 我现在出花牙的都已经超过有10盘了 所以要夜长日短这个说法 在我种植里面 我觉得就不需要 那OK 看看这里 这里有一盆桃粒种植的 又是长了个花牙 现在出花包 那这里有一盆菇仪 菇仪是收养回来的 没有人要的 我就放了在水里 情况很差的 现在好像生了一条新的根 但是呢 它就出了这些 刺花牙出来 那通常这些根这么差的 如果种植料呢 是很难会有机会 出到这些刺花牙 那反而你用水种呢 它就可以出到刺花牙 那这里也有一盆水培的 又是 这些也是水培的 里面有一盆 看看先 桃粒和水苔的 都生了很多根 那里面有这个 另外有些一些 迷你的石浩兰 彩虹之舞 Rainbow dance 那这里有两盆 就不知道什么颜色 筋也很漂亮 筋也很漂亮 这盘也是 上面这些是桃粒的,这盘是三顺 也在桃粒里面出 刺花牙的,这里也有少少 这盘也是桃粒的,长了很多筋 这盘早前有介绍过 现在出了花,这花很漂亮 前面背面也是这么漂亮 背面是苹果绿,这花是有名的 我通常都不会把名字 粘在盘上,因为觉得很阻碍 这里有一盘,据说是台湾品种 我就不清楚了 是一种非常香的,一种白色的花 是很香的 不知道有没有兰友是有这种品种 是很香的 里面也是一些桃粒 桃粒种植的 桃粒种植的已经生了很多筋 很漂亮 前面这里 迷你树 上面这里 这盘出两种花牙 都很漂亮 这盘在四月的时候 旅途买给我的 它的标签是写着 紫水晶 它回来之后 这些花是全部回到我家 之后才再延伸出来 是很漂亮 很多花包 那我都 种了在植鸟里 它现在都生得挺好的 有新的筋 那它下面看看 看看有没有筋 下面也有新的筋 筋都生得很漂亮 这一盘 是孤儿来的 又是人家不要 我撿它回来的 那我在 早前的视频 都有拍过这一盘花 当时它又是刺花牙 刺花牙刁借了之后 又出了另外一枝刺花牙 这个是第二枝刺花牙开花 你看刺花牙都可以开到十多枝花 很漂亮 这颜色我都很喜欢 很漂亮 这里有两盘很怪 是水培的 它们应该在中间 在中间出花 你看多有趣 其实它们的筋是很漂亮的 你看那些筋是很漂亮的 这一盘也是 这一盘也是 这些花呢 这一盘应该是多花性 这些白花呢 全部都是 我三月买了它 回来之后 它水培之后 那些刺花 那样 长出来的 这些花全部都是水培之后 长出来的 那它现在在前面呢 我早前也有拍过 它出了一只花包 现在在心 旁边那里又出了一只花 这一边又是我的花包 那这一盘 我三月就买回来 就开始水培了 那些筋就长得很漂亮的 现在银白色的那些筋 全部都是新筋来的 这盘也是很棒的 一条烂筋都没有的 那这里有两盘 桃粒半水培的加多利 这盘我早前有介绍过 一分为三的其中一部分 那这盘呢 就是朋友四月在旅途买给我的 那它都长了一只新的牙出来 是很大很肥的 那些筋都很漂亮 有新的筋 那里面这里就全部是 这里有一盘液醇蓝 这些是文心蓝 全部用桃粒半水培的了 那我也想回应 有位网友问我 他问我的文心蓝 可以落缓解肥吗 是我的文心蓝 是全部落缓解肥在水里的 我因为太少时间去理它们了 我就每个星期 我都没有看水位的 不断浸水下去 那它们都出了很多新的牙苗出来 因为我觉得文心蓝 是很容易种 就算它烂了些筋 有牙苗出来 它也有新筋 所以我是理得最少的 那这些桃粒也有筋出来 那我唯一文心蓝 是种在植料的 就应该是这一盘 种在盘底没有冻的一些水苔里面 种了两年了 这一盘 是一种全紫色的文心蓝 很漂亮很香 那 文心蓝我就不太多了 那这里有一盘 剑叶文心蓝 如果你耐性不太好 不要种这花 它真的生得很慢很慢 虽然现在生得很漂亮 有新的牙苗出来 但真的很慢 比乌龟和蜗牛 我觉得是乌龟 背着蜗牛 慢上加慢 那这里有一些豆蘭 这里有两盘绿摩蒂 一盘用桃粒 一盘用桃粒 一盘用普通 都可以看得出 普通种植的那盘漂亮很多 所以我觉得 豆蘭用桃粒 可能就不太适合 但暂时先种 这盘就 种了有年多 它都是出了一只牙 这盘是我 第一盘 买回来的豆蘭 那OK 今天再和大家看这么多 下次再看个 拜拜